我出生于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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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我五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和叔叔阿姨们 庄严树木地向大一军起行的最后一个军民 非常不舍地脱下了军装 摘下了领章和冒灰 我悄悄地躲在大礼堂的门背后 第一次看到我的父亲讲话就是一个落泪 1999年 我参见杨特铁路 当时我们施工一个八米高的桥钟 我手里的工具就只有铁锹跟板车 几十个人干了整整一个通宵 现在我参见新学铁路项目 将军带隧道 我们配备了三米子招街台车等设备 过去铁道兵打隧道 施工一个隧道口需要几百人 现在施工一个隧道口只需要几十个人 2006年我一高铁就会弄销链机 一概就是10点 从自驾驶一瓶销链 到创造世界最可以加量速度 建造了对总管创造 且合合国家科技建国家 就会动下来 从头建造技术的完成成长成熟 2003年与高铁事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2007年 我参与了我国第一条高铁 金金沉积铁路的建设 2013年在珍玉高铁 我和同事们一起打造了 中国高铁的2.0升级板 创造了当时动车速度的 事件最高激动 2014年我34岁 参加内部首条新建高铁 客运端线 招呼高铁建设 我标断的其他厂车位 业主肯定的一处绿色色录样板工程 今天我的人生可以在了行的领域 省退环衝 欺负一同和省退建设 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2012年我35岁 来到西城项目 建设着我国首条穿越旗顿的高铁 其中我们创造了两个世界之最 天花山隧道是亚洲最长 单栋双线高铁 大青岭隧道是中国高铁 后路最陡的 2017年 升高铁 处地通车 2013年 我来到了高原戈壁炭上 参加东北铁路 穿越 四星平干一样的大段层 2015年打通了这座隧道 今年和三上高原参加拉林提路 2004年 我参加富隆西高速公路 其中龙潭和特大桥 创造了世界第一高敦桥的奇迹 2008年 中安有益之路开工 我作为公司首批 富安人员 很自豪 那时手下有40多个阿拉伯工人 对阿拉伯人的施工技术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2002年 我25岁开始从事测疗工作 30岁被给为首席祭祀 经用手的六柱长道菜斗 挂桶莲物场 2008年 我30岁 如果担任总长的广城港女子班组 获得山西省 十大女子杰出班组中号 这也是广城港客运专线 全县唯一的一只娘子军 2000年 我参加了中国铁剑 我的人生大事也是在工地完成的 27岁 我参加了工地婚礼 在工地听到广房出声的消息 我通过自选回2016年 梳理拿到了郑州大学 辖克学历 今天又报考了河北地理大学 成为工程专业 我们感到的好时代 更应该丰富的知识 来东西新市场 40年的人生 20年的水剑生产 平均三年换入了工地 前后走过了6个省市 参见了9条铁路公路的建设 工程人四海为家 横桑着陆 玉水大桥 为锦绣山河之救 铁路啊 就是我的无悔清风